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将来聊到的是 11月份的十二星座运势 那在聊到今天的十二星座运势之前呢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在11月中左右呢 2022年的十二星座运势呢 也会在我的频道上架 那到时候大家要记得去看哦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整题哦 在这个11月份里面呢 其实每一个人会感受到自己生命当中 会有大好跟大坏的部分 主因是这个月里面好的星象其实不少哦 但是很差的星象也会出现 比如说在11月11号 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呢 会有一个T字三角的呈现哦 那会牵涉到水星啊 火星还有土星跟天王星 那会造成就是 蛮多比较让人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发生机率会比较高啦 所以会导致你在人生的某一些 部分上 比如说事业工作很好 但是可能感情很糟糕 类似这样啦 但每个星座不一样 那因为这种大好大坏 在形象交错的情况下会让很多朋友们觉得这个月里面可以说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一个月哦 有开心的是那也有很让人觉得比较压力大的事情哦 那12个星座呢当然都是各自会有不同的情况 就让我们在今天的意义帮大家解析了哦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还有太阳星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这个月当中蛇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对金融座的朋友们来说这个月里头呢 桃花运可以说是还蛮极端的哦 很好的真爱等级的对象有 但是很糟糕 有暴力倾向的桃花也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呢 金融座的你一定要好好选择对象 因为天堂地狱可能就只有一线之间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号就是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 金融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好桃花出现在你身边的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你有机会认识到的是真爱等级的好对象 那有可能是透过这个交流软件或者是网路社群呢 会容易认识到这些好对象 那有些金融座的朋友们呢 被告白被追求的几率也是还蛮高的 记得多看多比较哦 那这个月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这段时间呢 烂桃花出现的几率也还蛮高的 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很糟糕的对象也是会出现的哦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比较容易出现的烂桃花对象呢 多半都是有暴力倾向 或者是情绪控管有问题的这种类型 如果你发现你认识的对象是这种 会有暴力倾向啊 可能突然就会发脾气很凶之类的对象 还是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会比较好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感情婚姻相处上其实状况会是比较多一点的 特别是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金牛座的你其实还蛮容易和另外一半爆发大争吵的哦 主要是你的另外一半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脾气是比较不好的 而且很容易对你会有一些抱怨不满 然后就脱口而出 直接讲给你听 只要的金牛座的你呢 可能也会因此大爆发哦 两个人之间呢 争吵的几率啊 大吵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那我也不会言 就是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 可能会因此面临分手 或者是面临可能需要离婚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和另外一半相处呢 我会建议金牛座的你尽可能的 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 保持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会比较好哦 因为在这个月里面呢 你要另外一半讲话做事 都是比较强硬比较直接一点的 那金牛座的你如果选择跟他硬碰硬的话 大概真的都不会有什么好的收场啦 所以我会建议金牛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里头记得多看一下另外一半的脸色 多顺着另外一样的异偶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想要做什么 你就尽量配合跟着他去做 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呢 争吵发生的一个几率 另外就是金牛座的你呢 可以安排一些约会啊 跟另外一半一起出门走走 让另外一半可以散散心 那多听一下另外一半抱怨一些事情 倒垃圾 也许他不是针对你啦 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多听他讲一下 都可以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情绪比较平缓一点 也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那当然呢 吵架的几率也就会因此降低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桃花运真的还蛮差的 好桃花大家都集中在月底那段时间啦 那其他时间 让桃花出现的几率是有点高的 要特别小心哦 这个月里面呢 桃花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平座的你呢 容易认识和你很有话聊 聊得很来的好对象哦 那遇到喜欢的对象 记得主动出击 成功几率其实是还蛮高的 那如果天平座的你呢 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不要太害羞 多主动和对方聊一些 你想要聊的事情哦 感情发展进度呢 也会更加神速哦 那这个月里头要特别注意的时间 今天是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哦 在这前20天里面呢 其实天平座的朋友们 桃花运真的很差哦 烂桃花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 那这20天里面呢 出现的烂桃花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想要从你身上骗财 又想要骗色的类型 天平座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判断 避免发生人才两失的情况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前半个月 11月1号到11月13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波折啦 甚至于是有一点无聊哦 那从11月14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呢 是这个月里头进行感情的黄金时间哦 你和另外一半呢 在这段时间里头 床上运动的品质是相当良好的 多做一点 或者是多和另外一半研究一些新的情趣 其实都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呢 越来越火热 感情也会越来越好哦 那在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沟通互动是非常愉快 非常良好的 很适合安排一些约会 也很适合和另外一半多聊天 多谈心 多了解一下彼此之间呢 对很多事情的想法 那当然也会引起呢 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好 而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还蛮适合道歉 或是解释误会的 如果你之前做了什么对不起另外一半的事 或者是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的话 就趁着这段时间呢 一一解释清楚 也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变得更美好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视作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桃花运真的还蛮低迷的 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在这整个11月份当中 桃花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视作朋友们认识真爱等级好 对象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而且各种类型都有哦 成熟稳重的啊 热情活泼的类型都有 那视作朋友们记得多看多比较 另外就是视作灯尼呢 如果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头 感情容易会有神速的好进展 那告白呢也还蛮容易成功的 如果你想告白的话呢 不妨选择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呢 桃花运都是相当差的 但桃花还蛮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哦 多半呢都是和你聊不来 但是又很喜欢跟你死缠烂打的这种对象 会让视作你觉得很烦闷哦 跟这样子的对象呢 还是保持安全距离会比较好一些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视作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感情婚姻运相当良好 可以多把握的时间是 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时间 在这段月底的时间当中呢 视作的你记得哦 多展现一下你的热情 在生活当中多一点亲密互动 主动呢去抱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啊 生活当中多一点亲亲抱抱热情的互动呢 其实都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呢 也就能够更维持在相当甜蜜的状态下哦 不过在这个月里面呢 会让视作的你比较头痛的呢 其实是家庭问题哦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之间是特别容易起冲突 容易会有大吵架的情况 特别是如果你和另外一半跟长辈住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吵到不可开交哦 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 有一些家庭甚至于可能会有闹家庭革命的情况 会让视作的你呢 夹在中间呢 不只是夹心饼干啊 简直就是两面不是人哦 那因为呢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呢 其实都是相当强势 而且僵持不下的情况 会让视作的你呢 夹在中间呢 非常的苦恼哦 我会建议视作的你在这个11月里头 尽量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呢 有太多的互动跟接触 保持一个安全礼貌的距离呢 其实就可以减少争吵的发生率 那如果真的不幸发生这种很严重的争端的时候 我会建议视作的你呢 千万不要选边斩哦 尽可能的呢 就是尽快的把双方给隔离开来 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继续见面呢 只会有更多的摩擦产生而已 那视作的你呢 也要学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哦 尽量安抚双方 也能够降低 继续发生争吵的几率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云的部分 对摩擦族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其实你的人缘是相当良好的 喜欢你的人是蛮多的 但是这些对象当中呢 好的是还不错啦 但是不好的其实也还蛮多的 所以要好好过滤一下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 就是这整个11月当中呢 摩擦族的朋友们呢 桃花人缘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哦 你的个人魅力是很强的 那容易透过交友软体啊 或者是呢 透过网络社群认识新的朋友 那如果摩擦族你遇到喜欢的对象 记得主动出击哦 成功发展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另外就是呢 如果摩擦族你 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使用社群软体 多展现一下你的个人特色哦 会让你呢 在对方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这个月里头呢 烂桃花其实是还蛮多的哦 摩擦族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在10月1号到10月19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容易出现两种类型的烂桃花在你身边 第一种类型呢 就是很喜欢搞暧昧 那到处留情 不专情的这种对象 第二种呢 就是想要从你身上骗钱的烂桃花哦 那摩擦族的你呢 要好好小心筛选一下 把这两种对象给过滤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对于摩擦族的朋友们来说 感情婚姻是相当良好的哦 在11月6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是经营感情的黄金时间哦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摩擦族的你不管做什么 对方看了都会很顺眼 只要你多做一些浪漫的行动 不管是你多跟另外一半说你很爱他 或者是你安排一些约会 送一些小礼物之类的 只要你愿意主动多付出一些 就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相当的开心 而且会因此更爱你哦 所以会经营摩擦族的你呢 好好利用这个月 对另外一半好一点 感情和婚姻也会一直维持在 相当甜蜜幸福的状态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是比较特殊的月份哦 从11月6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当中 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里面了哦 水瓶座的你呢 其实是还蛮容易遇到 想要跟你暧昧的对象 那这种对象呢 往往他都是已婚或者是死会 但是他没有骗你哦 他会对你坦诚不会 他会告诉你说对 我就是已经结婚 或者是呢 我已经有交往的对象 可是他又对你很有兴趣 那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头 就很容易被这种人所勾引 或者是容易迷上这种对象 就容易发展秘密恋情 那这个情况当然呢 就会造成后续更多的困扰跟状况 那因为在这个月里面呢 很容易遇到这种对象啦 所以水瓶座的你呢 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遇到这种对象的时候呢 记得保持安全距离 千万不要掉进这种甜蜜的陷阱当中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经营感情和婚姻 有一个字很重要 就是吻 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情给稳住哦 为什么呢 因为在11月6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外来的勾引和诱惑是相当的强的哦 你的人员其实算是还不错啦 就是很多人想要去勾引你 想去介入你的感情当中 想要当小三或小王 那如果水瓶座的你呢 没有稳住心情哦 就意乱情迷 跟外面的这些小三和小王呢 有了更多的发展的话 当然就会对你目前的感情和婚姻 造成很多的伤害 所以呢 我当然是建议水瓶座的你呢 面对这些想要勾引你的对象 还是拒绝掉会比较好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会让水瓶座比较头痛的问题呢 其实是来自于家庭方面了哦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 水瓶座的你是很容易 跟家里面的长辈呢 有比较多冲突和不愉快的情况发生哦 那多半呢 会引发争吵的情况呢 都是水瓶座的你呢 很喜欢去嘴你的长辈 很喜欢去踩你长辈的痛处啊 或者是去顶嘴啊 或者是就是把长辈的地雷 整个踩爆之类的 那种很故意的情况 当然就会引起长辈的不满哦 就会想要教训你 那当然降下去就会变得很糟糕 那我是建议水瓶座的你在这个月 面对长辈的时候话讲少一点啦 对长辈呢 多一些关心关怀 尽量不要呢 去踩长辈的痛处 不要去激怒你的长辈哦 那长辈有做什么错事呢 如果你要规劝的话 也稍微委婉一点啦 不要用太刺激太激烈的手段 长辈呢 承受不起会恼羞承怒哦 尽量呢 用比较和平和缓的方式 面对你的长辈呢 就能够减少争吵的发生几率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对于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桃花运是相当良好的 单身的处女座 记得多把握哦 21月2号到11月30号 就是这一整个月呢 桃花运都很好哦 处女座的你容易认识到 真爱等级的好对象 那如果处女座的你呢 遇到你心目当中的天才的话 记得呢主动出击哦 很容易会有快速良好的发展 那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呢 是会被告白或是被追求的哦 那可以多认识 多了解一下这些对象哦 那这整个月里面呢 其实乱桃花出现的几率并不高了 偶尔会零星一两天会出现哦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其实感情婚姻运势相当良好的 好好把握这个月 经营感情和婚姻呢 会让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呢 越来越好哦 这11月7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是经营感情事半功倍的黄金时间 全座的朋友们记得多把握哦 多安排一些约会 平常生活当中不要太害羞哦 多一点浪漫的举动 比如说呢 可以多跟另外一半有一些情情抱抱之类的 热情一点哦 都会让另外一半呢 感受到你还是很爱她的 你还是很重视她的 那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只要做任何的这些热情的动作呢 其实都会有加成的效果 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深深觉得呢 你真的很爱她 那当然你们两个之间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好 感情呢 也会维持在很幸福的状态下 最下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对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头前半个月哦 桃花运是好坏参半的 好桃花呢 比较常出现的时间是后半个月哦 在这个月里面呢 11月6号到11月13号这段时间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桃花人员是还蛮旺的哦 特别是如果双鱼座的你呢 使用这种软体 或者是参加网络社群的话 很容易认识新朋友 但这些新朋友里面呢 往往就是好坏参半啦 好桃花烂桃花就是一半一半嘛 那双鱼座的朋友们要记得 多看多比较 好好筛选出好的对象哦 另外是在11月14号到11月25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桃花运是相当好的哦 那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魅力其实是还蛮强的 对你有兴趣的人呢 会主动的追求你啊 或对你道白之类的 那如果双鱼座的你 对他还没有兴趣的话 就多认识一下咯 那如果双鱼座的你呢 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好好把握这段时间 准备一些小惊喜 给你喜欢的这个人 感情呢 也会有很神速的发展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呢 你的心思带都放在工作啊 还有你的交友权方面哦 所以你在使用一些社群软体 在看手机的时间 其实会比你呢 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时间来的长很多哦 那这种情况呢 当然也会使得双鱼座的你 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呢 就是比较疏离一点了 而且距离好像会越来越远哦 我还是建议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头呢 每一个礼拜呢 还是要留一到两天的时间 给你的另外一半哦 好好专心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先不要去看手机哦 可以安排一些约会啊 或者是一起去吃东西 一起去运动之类的 多陪伴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 觉得你的心呢 还是在他身上 也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哦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婚姻热度呢 才可以维持在一个 幸福甜蜜的状态下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面呢 天黑座的朋友们身边会出现的 好桃花跟烂桃花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啦 在11月7号到11月30号 也就是几乎 快要是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好桃花是会出现在你身边的哦 因为天黑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这段时间里面呢 魅力是相当强烈的哦 那会吸引到 喜欢你的人主动的接近你 就看天黑座的你呢 喜不喜欢了哦 那如果说呢 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你的好友啊 你的闺蜜帮你介绍对象 一定要去认识一下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带给你的对象 其实条件都还蛮不错的 不认识是有点可惜的 那如果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见到你心目中的天才的话 积极主动一点哦 其实呢 是还蛮有机会呢 能够有好发展的 最后呢 是天黑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不要太冷酷 活泼一点 好动一点 热情一点哦 会让对方呢 感受到你对他的喜欢 感情呢 也更容易会有正面 它好发展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道顾的 这个月里头 烂桃花也是不少的哦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呢 烂桃花也是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那出现的烂桃花类型呢 多半都是个性还蛮奇怪的 跟你呢不见得处得来 但是又很喜欢死缠烂打 比如说用找麻烦的方式 想要接近你之类的这种对象 而且就哥哥 你一直都不愿意从你身边离开 那对天黑座的你来说 就是压力有点大 而且会觉得很烦哦 如果你发现 这个对象就是这样子的话 还是跟他保持安全距离 不要联络 封锁起来比较好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天黑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经营感情会是你人生当中 比较大的一个难关了哦 因为在这个月里头呢 你和另外一半还有跟长辈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不太好的 很容易让你一直处在那种家庭压力 或是炮火当中哦 那天黑座的朋友们呢 在11月6号到11月30号 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记得呢 一定要对你的另外一半 多说一点浪漫的情话 就是多说一点好话 千万不要太过冷酷 不要太毒辣哦 讲话值得温柔一点 温和一点 那多主动和另外一半聊一下 彼此内心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看法 因为你的另外一半 其实在这个月里头呢 还蛮容易会有抓狂跟生气的时候 所以其实是需要呢 天黑座的你呢 去安抚一下 不要呢 用很毒的话去讥讽对方 因为后果可能会还蛮惨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哦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天黑座的你要记得哦 对另外一半好一点 温柔一点 多关心关怀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呢 其实是会打从心底感受到你的爱啦 跟你争吵的几率呢 就会比较降低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月里头呢 婚姻感情还有家庭 会是你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关呢 因为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当然因为性向的影响啦 你和另外一半还有长辈呢 都容易呢会有大吵架的情况 就是你可能跟长辈吵一吵 又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爆发战火这样 会让天蝎座的你呢 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哦 那就如同我一开始建议过 天蝎座的你哦 在这个月里面呢 尽量好好安抚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冷静一点去面对你的长辈哦 可以减少呢 争吵和不开心的一个几率 如果说呢 你面对另外一半和长辈的态度 都是比较强硬 比较坚决 比较凶狠一点的话 那这个月真的非常有的吵 而且就很可能会演变到 分手啊 离婚啊 甚至于是跟长辈闹家庭革命之类的情况 后续是很难处理的啦 所以在这个月里头 天蝎座的你呢 尽可能的在还没爆发战火之前呢 就多安抚关心你的另外一半 面对长辈呢 也礼貌一点哦 不要去刺激到你的长辈 这样子做呢 会让天蝎座你在这个月里头呢 家庭和乐婚姻幸福一点哦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 桃花运是常对比较稀薄一点的啦 在11月1号到11月24号的这段时间里面 桃花人员是比较单薄的 不太容易认识什么好得想呢 烂桃花其实也不太多啦 那对于双子座的你来说 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 那这个月里面呢 桃花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2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 其实还蛮容易认识到 真爱等级的好对象哦 所以单身的双子座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 去认识新朋友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异国恋情发生的机会 其实也是有点高的 记得有外国人喜欢你的话 可以多把握哦 那如果双子座的女士 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要承受稳重一点哦 不要太轻浮 不要太轻跳 表现出你有内涵的那一面 会让对方更喜欢你 感情的发展进度 也会更快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 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互动 是相当甜蜜幸福的哦 如果你和另外一半的感情 在之前比较疏离一点的话 这个月多努力一点 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 越来越好哦 在11月6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也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的时间了哦 可以说是经营感情 事半功倍的黄金时间 特别是在床上运动的这一块 品质是很好的 有空记得多做 多和另外一半呢 研究一些新的情趣 生活当中多一点 亲亲抱抱 多一点的这些亲密互动的话 其实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 会越来越好 也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一直维持在相当火热甜蜜的状态下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聚业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桃花运就好坏残伴 很好的桃花呢也会有 那很糟糕的桃花也会有 基本上就是比较极端一点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 也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聚业座的朋友们呢 是还蛮容易认识真爱等级的好桃花哦 那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呢 也有机会呢 发展一些异国恋情哦 单身的巨蟹座 记得好好把握这段时间 多认识一点新朋友哦 那如果巨蟹座呢 也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在这段时间呢 不要太害羞哦 要记得展现出你性感火辣 热情如火的那一面 和对方呢多一点互动 会让你喜欢的这个对象呢 对你有下很好的印象 感情发展也会更加的快速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哦 这个月里头 桃花应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啦 烂桃花其实也不少哦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的生病也是会出现 不少烂桃花的哦 那这些烂桃花呢 多半是想骗财 又想骗色的这种不良对象 那巨蟹座的朋友们 记得多多提防 提高警觉 好好过滤到这些不良的对象哦 避免造成人才两失的状况发生哦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跟另外一半相处 有时候会让你有点哭笑不得哦 压力是有一点大的 但是你会觉得 其实还蛮甜蜜的哦 在11月2号到11月30号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就是这一整个月了哦 你的另外一半呢 其实处在一个占有欲 还蛮强的还蛮容易吃醋的一个状态 那巨蟹座的你呢 要记得哦 千万不要做一些 会让另外一半怀疑的事情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提出一些质疑的时候 要尽快解释哦 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骗他 而且呢 在这个月里面 你的另外一半呢 其实是还蛮容易会去 把你的谎话给看破的 所以如果你说谎的话呢 是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很不开心的哦 那因为呢 你的另外一半的这个月里头 占有欲就是这么强哦 所以我会建议卷座的 你在这个月里面呢 有爱就要说出来 想你的另外一半呢 就告诉他你很想他之类的 多一点甜言蜜语 生活当中呢 多一点亲密互动 多亲亲抱抱 床上运动也多做一点 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呢 你也是全心全意的爱他的 那当然他吃醋的情况 就会比较少一点 你身上的压力呢 也比较不会那么大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对母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 桃花运呢 是好坏残伴的哦 在11月6号到11月30号的 这段时间里面呢 办公式恋情发展的机会 是比较高一些的 或者是呢 会经由工作上的机会呢 去认识新的对象哦 那这些认识到的新朋友里面呢 其实好坏桃花 大概一半一半啦 所以母羊座的你呢 记得细心挑选 细心的过滤哦 把好的对象选出来 不要选到错的对象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母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感情婚姻的经营上面 其实是还蛮顺利的一个月份哦 有两段时间是可以多把握的 在11月7号到11月18号 还有11月23号到11月30号的 这两段时间里面 母羊座的朋友们呢 记得多用行动去展现你的爱哦 我这样的多母羊座的朋友们呢 只要一忙起来的话 就会忘记另外一半啦 但是这两段时间哦 在这个月里头是经营感情 是半月宝贝的黄金时间 你要记得多用行动展现你的爱哦 因为你只要 比如说送个小礼物 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呢 起床之后 多清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多拥抱你的另外一半之类的 你的另外一半就会觉得 你今天好像特别爱我 特别喜欢我哦 那你的另外一半会很开心哦 当然呢 在这两段时间当中 还有一件事情重要吧 就是你和另外一半的床上运动 品质是相当好的 所以平常下班之后 如果你要有体力的话呢 多和另外一半多做一点 或者是一起研究一些新的情趣 都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感受到呢 你对他的爱是很深的 那当然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就可以一直维持在很幸福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头桃花人员是相当淡薄的 不太容易认识什么好对象 好处是烂桃花也不太多啦 那当然偶尔会有几天会有好对象 或者是会有不好的对象出现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射手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头呢 感情还有婚姻的经营上 是比较辛苦压力比较大一点的哦 因为负面形象的影响 在11月1号到11月19号的这段时间呢 射手座的你呢 是很容易说错话去惹恼你的另外一半哦 就是射手座的你很容易讲错话 去踩到另外一半的地雷 那另外一半就会大抓狂大暴走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我之前啊也讲的这些话 你就没什么反应 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就要来 跟我大吵架之类的 可是没办法 因为形象的影响 在这段时间的另外一半 就是没有办法去忽视你讲的这些话 平常可能会觉得你大炮惯了 他就算了 可是在这段时辰里面 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很在意 所以在跟另外一半讲任何话之前 一定要先思考一下 这个话是不是真的会惹怒你的另外一半哦 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就已经在抓狂了 射手座的你也要尽快道歉 赶快平息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哦 另外是呢 你之前对另外一半说过的谎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 很可能就会被踩穿哦 那射手座的你要记得 如果谎话被踩穿了 尽快道歉 赔礼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千万不要对另外一半说谎 因为说谎呢 很容易被另外一半试破 当然你的另外一半就不开心 那你后续就要做更多事情 去弥补这些错误 所以我建议射手座的你呢 在这段时间就尽量说实话 该道歉就道歉 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